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台新闻频道的新闻杂志式节目在1993年启播 至今已超过20年 紧接在每日的新闻联播后8点正播出 内容围绕当日新闻时事 大致到政治维权、小致到天气变化的话题都会涉猎 而与法治有关的敏感话题 很多时更加有独家访问和调查报导 去年7月超过80名维权律师在内地相计被捕 研究一个星期后 东方时空就发布名为揭开维权圈的黑幕的调查报导 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 扰乱了社会秩序 堵塞交通 长达13分钟的报导 播出多名被捕律师 包括扎衙文、黄宇等的认罪片段 他们承认故意炒作敏感案件 扰乱社会秩序 仓悟引导群众 除了政治敏感的话题 一些引起社会舆论 或者涉及名人的风波 东方时空也多次取得第一手资料 2011年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 网络红人郭美美炫耀财富事件 令外界质疑她被负商包养 也关注中国红十字会善款的流向 东方时空之后播出调查报导 还独家找到捲入事件的天略集团董事长邱振良 澄清自己不认识 也从来没有包养国美美 每次有重大案件引起社会热议 尤其涉及法治的问题 东方时空会率先播放疑犯的认罪片段 很多时更加同时得到官方新华社出稿配合 增加报导的可信性 有外国媒体曾经批评 东方时空这种报导方式是未审先判 而海内外媒体转载更加放大公审的效果 今集新闻志富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